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暴风小子 本作是科罗美的作品,出品于1993年 这也是科罗美公司与阶级平台推出的最后一款轻版动作游戏 游戏的风格明显有区别于咱们经常在阶级平台玩到的卡普空的轻版动作游戏 首先打击感就不大一样 游戏的节奏特别快 空情的杂兵术很多 并且攻击的倾向非常明显 一旦咱们进入杂兵的攻击范围 他就会出手 所以对于玩过了卡普空的轻版动作游戏的小伙伴来说 想要玩好本作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 游戏的流程一共有七关 这里是第一关车站 三个角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韦德 鲍里斯和凯尔 我选择的就是凯尔 三个人物里边他是敏捷倾向的 能够使用出百列角 前方就是第一关的boss站了 这个boss叫做达贝尔 高手打这个boss是利用近身的后肘 boss使用下段攻击之后 跳跃躲避 然后继续后肘 这样可以快速的把boss清理掉 但那是高手的打法呀 和咱们普通玩家的打法不一样 boss血量少了之后 起身的时候会进入一个硬直 这是攻击boss最好的机会 第二关 列车 这是在火车上 这个火车的长度也非常夸张 一时半会是到不了头的 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录制了 积极平台早期的游戏 大列车强盗 里边的列车我感觉至少有100节 我刚才说凯尔这个角色是敏捷型的 事实上本作可以选择的三个主任公 韦德算是平衡型 鲍利斯是力量型 韦德使用的格斗技 基本上就是街头的打斗风格 鲍利斯把吹胶技融入到了动作当中 还是使用的更多是武术 所以大家听这个人设 就非常像一款经典的轻版动作游戏 也就是快打吹风 其中科迪就是平衡型的 同样使用的是街头的打斗风格 这一点其实 非常像恶狼传说的特瑞伯格 施展哈格尔就是力量型 使用的也是摔跤技 海就不用说了 使用的是鼓鼓术武神流 第二关的boss 武器非常特别 像是一把会发电的锦刀 本作有两个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其中一个就是前冲 可以用来赶路 也可以前冲的过程当中跳跃 或者是使用特殊剂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把倒地的敌方 从地面上捡起来 继续投掷 或者是追打 但是对于boss来说 很多boss是有起身的攻击剂的 所以使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事实上面对boss的时候 我也很少使用这招 但是你看高手玩这款游戏 他们经常把boss 摔在地上 然后又捡起来 捡起来又摔出去 一套下来伤害很高 这里是第三关市区 这款游戏的片头 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熟悉了 有一个妹子被抓着 这个妹子叫做西娜 主任公所在的这个城市 叫做斯特拉克城 三名主任公 是这座城市的秩序维护者 他们的敌人就是盖尔德帮 游戏的开场 盖尔德帮的帮主的得力助手 雷德弗雷迪 把三个主任公的好朋友西娜抓走了 三个人前往营救 你听这个故事的设定也非常的快打旋风啊 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 快打旋风这款游戏 对于轻版动作游戏的各种 规则也好 世界观的设定也好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拿着披萨这个妹子不错呀 我当年玩这款游戏是比较喜欢用鲍里斯的 奥里斯的攻击力比较高 能够快速的清理掉屏幕上的敌人 所以稍微能够降低一下游戏的难度 这款游戏还有一个特点 可以三人联机的 由于当年简陋的阶级厅环境 即使游戏支持三人游戏 甚至是四人游戏 那机台也不会很多 一般来说西游社会传 或者是三国战技 老板可能会给你安排一个 四人的机台 其他的游戏就很少有这种待遇 我见过最夸张的场景 是老板把两个机台连起来 但是有一个机台的屏幕坏了 所以你在这个机台上和别的小伙伴连机 你就要看人家的屏幕 脖子一直歪着 一个臂打下来 手没怎么着啊 脖子先锁了 我们第三关是进入到了市区 这里就见到了雷德弗雷迪 本哥的boss 德里哥 看起来就是一个力量型的 我好对付 虽然看起来是个胖子 但是出招非常灵活 攻击几乎是没有前遥的 但这个boss咱们可以把它从地上捡起来一次 以我的手速最多就只能捡起来它一次了 一个ab带走 这个ab使用的同时 如果你推方向的话 还能够移动 第四关 工业区 咱们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博物馆 盖尔德帮的帮主盖尔德 把博物馆改造成了他们帮的基地 咱们从列车上下来之后 想要赶往博物馆的话 就要横穿整个市区 穿着红色裤子的这种杂兵 其实非常难以对付 它和普通的杂兵不一样 非常灵活 拿着锁链的杂兵 攻击的范围 比咱们要广一点 距离远 所以这个场景我选择了 捡了一根钢管 被撞掉了 这两种精英怪 看起来也非常像快打胜风的精英怪 一个又高又壮 一个又矮又胖 这里的机关可以利用一下 这个机关是秒杀地方单位的 不管它是普通的杂兵 还是精英怪 压到就是转到 这个家伙变成球了 结果被压到了 这就变成柄了 被融化的铁水烫到 这个东西我是很熟悉的 因为从小生活在厂区 父母的厂子里边 就练这种东西 我记得我大概上初中的时候 邻居就被铁水给烫过 烫到手上了 受伤非常重 本关的boss Dower 这个家伙我感觉是游戏流程当中 除了第一关的boss 最好对付的 打他有一个小诀窍 就是 在歪轴上和他有一定的距离 进行跳跃攻击 这样的话 boss会使用一个对空剂 这个对空剂是用机械臂 向鞋上方进行攻击 这招的判定超级弱 并且收招的时间比较长 吸引他出这招之后 咱们就可以走过去抓他 大家注意 他身上的这个机械装置 其实灵感是来自于异形的 这些平台的异形 我也给大家录制 打最终boss的时候 主人公会驾驶着一个机械 P5000 和刚才boss的就是同款 第五关来到了公园 公园里边看来是起雾了 这些杂兵的平A 我感觉判定也非常强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有霸体 包括刚才打倒的这个妹子 被攻击的时候 甚至还会伸脚进行反击 这个小胖子咱们可以在正面对付他 他的冲刺是可以跨越歪轴的 这点非常讨厌 对方如果有能够跨越歪轴的攻击方式 那我的打法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本作的血量给的还是比较多的 另外其实很多关卡是有隐藏道具的 但是我感觉意义不大 所以就没去捡 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觉得 每次也就能玩十几分钟 但是现在来回顾才发现 他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 其实我已经在刻意的追求一下速度了 但通关的话还是需要二十分钟以上 毕竟关卡的流程在这摆着 一共有七关 每关打三分钟 也超过二十分钟了 熟悉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我在剪辑视频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黑屏的部分 或者是读取关卡数据的部分 都会给大家剪掉 但这款游戏 关卡中间 甚至是场景切换的中间 几乎是感觉不到任何停顿的 所以整个流程是多长 那视频就是多长 这里是第五关的boss 朱里乌斯 这个boss高手来打的话 如果boss倒地 可以捡起来N次 但是以我的手速只能再捡起来一次 甚至有些时候来不及捡 boss就起身了 现在的手速真的是差了不少 刚才我犹豫了一下 是把他扔到 屏幕边缘 还是扔出去 不过最后还是判断错了 我还以为把他扔出去 他会进入硬直呢 第六关港口 这样看到的话 最后一关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 毕竟有两场boss战 感觉时长上相当于之前关卡的二倍左右 把这个小胖子打架保持在他正面 让他冲撞的时候可以把他打下来 这妹子给踢了 地上有一个车离子 水量应该是回不满 只回复了微量的血量 这个回血道具实在是有点保守 我感觉 普通的小兵摸一下 都会掉很多的血 好在有个家伙掉到水里了 绷上来一条鱼 让我把血量回满 感觉刚才我挨打这一下也有了类似于霸体的效果 Boss战 Boss叫做斯莱奇 大家也知道 克勒美本身也出品了很多的忍者神龟的轻版动作游戏 那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在致敬忍者神龟 Boss的设计有点便衣龟的味道 看这个家伙过于灵活了 不愧是忍者 脚刀这一下是冲出去之后按上攻击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动作 我感觉我AB差不多就能带走 Boss灵活 咱们想要赢的话就只能比他更灵活呀 多利用冲刺 改变位置 防止被Boss非常敏捷的动作捕捉到 第七关 博物馆 最后一站 穿着紫裤子的这种敌人 如果他倒地的话 尽量不要往他面前站 有的时候他会伸出嘴来把你夹住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冒热气 我好多东西都没有捡啊 开场就这么几个敌人啊 不至于掉多少血 墙上挂着的话 是之前出现的Boss 咱们如果往后看的话 还能够见到 弗雷迪和最终Boss盖尔德的话 下面雕像的内侧应该是有隐藏道具的 这个道具我捡到了 加了三万分 这里有两台街机 看起来有一台是宇宙巡航机 或者是沙楼曼蛇 另一台是南极大冒险之类的 哇 这个地方 Boss抓了好多的妹子 这是几个 1234567 这不能忍啊 一定要都救出来 敌人清完了 得把门打开 我怎么进不去啊 好吧 不进也罢 如果进去的话 我估计我的体力就没有了 后面就是两场Boss战了 这两个Boss还算蒋武德 都是单挑 弗雷迪的话 咱们就使用跳梯来打 但是起跳的 实际要稍微早一点 对他起身进行一个压制 晚来的话 他可能会使用旋风 或者冲刺之类的 这样就压制不住了 结果跳梯的伤害非常有限 被他打了一下 这个 血量的损失还能够接受 Boss战这里 还有一个很大的灰雪道具 这个Boss不是很好打 屏幕的右侧是不能封边的 所以尽量把它往左侧引 扔过来 起身的时候 他会对你进行一次攻击 使用AB就可以把这次攻击躲掉 但是这个时机抓的要比较准 所以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里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 大概打了Boss一半的血量 Boss进入了一次硬直 这招的范围超级大 我感觉我还能再拼一下 好吧 不能拼了 自己直接撞上去了 Boss的血量 还有半格 还是要往左边打 又一次硬直 他开始吐弹了 刚才这一个AB竟然没带走啊 这个货真的肉 打完了之后 谁把希娜救出来的 希娜就会上来亲谁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女 那好吧 这样一款积极平台的清版动作游戏 暴风小子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游戏再见 Let's get out of here